雖然說明年這麼選舉 但是現在有議事要來參選中華官長 沒做的國風任務是都結局來動作 除了說長官府在政處長詹明睿爸爸 也就是這個國民黨的副作者選票 說起來支持好生參選以外 今天固定長丹文漢來宣佈說 要來投立這個東來官長的衝選 所以這拿下中華官長參選人 這就有投答5位競爭的人選 固定長丹文漢 今天是公開來選佈將要參選明年中華官長 對這家庭為何要投入這張選舉 但文漢表示 因為說這兩人的政黨人家就要到了 在口牛未來風向在這兩國過前 開始決定要參選 也經過到家裡也有選民的交通 今天是正式的選佈 要投入後中華官長選舉 因為在兩國前 一些鄉親一直對文漢非常鼓勵 一直在欠進 經過我跟我們太太 家長大家 家族參選了 大家都有支持有勵動 所以文漢這麼決定說 我應該要出來繼續 為我們的官民 為我們的定民來發明來服務 雖然沒年才要選舉 但是現在由於要參選這中華官長 報作的各個事情 都是這句來動作 除了說 這官府在政處處 這詹明睿爸爸 郭敏東副主席 選票是公開來支持候選參選以外 這家裡 KL店長丹本海亞選保 要來投入 當來官長出選 加上說已經補救 很久的行政地位 林聰明 也有這官團 有關護高戰進選 也有已經公開標臺 正流行處長 黃君濤 這麼多人要來參選 這中華官長 拿亞好選情報作 但是雖然說天氣冷 但是這些選舉的議題操作 是讓這選舉的氣氛 是一直來跟我們 將視頻文言韓國安DB營 KL報導